大家好 我是MIRROR 看到这个蓝色的窗帘就知道我在香港的家 每次回来香港其实我都很喜欢着一些化妆品实测 今次就想和大家实测一个cushion 就是这个Lanage持久零下cushion 遮瑕粉第二合一 这个cushion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全民都打造一个非常立体的心心眼 什么叫心心眼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心心放在一个面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要齐量 这两个位置就是苹果肌和下巴 只要我们打亮这三个位置就可以修飾轮廓 做出一个V面小眼 究竟苹果肌是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对落大概一个手指位 然后这样一个倒转的三角形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需要打亮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东方人的面型 其实是相对比较平一点 是比较没有那么立体感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打亮这个位置 来提高这个立体的效果 那今次这个Lanagecushion 是一个霧面的粉红玫瑰金设计 非常之美 打开里面呢 左边就是遮瑕cushion 右边就是粉底cushion 那两个粉心也是有防晒功效的 那它们的粉扑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水滴形设计 上面这个尖尖位置呢 就可以用来塗遮瑕cushion 方面塗一些细眉的部位 那现在呢就只是塗了base 和一个滑了眉的状态 近乎素颜 所以面是比较没有立体感的 所以现在就要上妆了 那其实官网呢 是会有四个方法呢 教你打触不同的妆感的 那我今天呢 就想营造一个 比较半霧面雅致的妆感 所以我就会先塗这个遮瑕cushion 那我就会用尖尖这个位置 然后拿一点 然后呢 在苹果肌的这个位置 这样轻轻印开 那因为呢 cushion遮瑕里面呢 它是加了一些 智慧的遮瑕粉末 那所以它是可以通过温感溶化 那可以遮蓋黑眼圈 还有有色斑 或者即时改善泛红 一些肤质的问题 那刚刚红了个点呢 现在是完全遮蓋了 然后呢 就用圆咕噜的这边 塗粉底cushion 那本身呢 遮瑕cushion 它是比较 没面感的 但是这个粉底cushion 就是水润感 所以它即时会有一个很透亮的光感出来 塗完之后呢 可以即时提亮这个苹果肌和下巴 額头的位置都不要忘记得 那因为呢 粉底cushion里面呢 有一个独家眉小玫瑰光的珍珠粉末 所以呢 它的折射光感呢 是可以更加提高的 面现在这样看上去呢 是立体很多的 那因为我上了遮瑕cushion 之后才再上粉底cushion 所以呢 出来的效果是半霧面半透亮的感觉 那大家如果都是追求这个感觉的话呢 可以跟我这个用法 我就是用了这盒的Lanage Cushion 就可以打造了这个 零下立体深深眼 那之后呢 我现在先化完整个妆 好了 那现在呢 就化完整个妆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 那就是一个半雅之 然后有好眉好眉的光泽感 那那个光泽感就源自于 刚才的粉底 是有小量的珍珠粉末 那我用任何的shading 然后海力都是没有做的 我只是用了这个Cushion 那样呢 都可以有一个颇立体的感觉 因为其实这三点有打亮到 做到一个深深眼的效果呢 就可以的了 那因为他们官方声称 这个Lanage Cushion 是可以持妆12个小时的 那其实我在韩国和欧洲呢 已经测试过是真的效果的 但是至于香港的话 那今天呢 我看了天气呢 是24度 所以呢 我穿了这个 里面是T恤 然后加一件Carting 就准备出街 那所以我臉呢 其实除了这个Cushion之外 我没有塗任何的东西 因为想 真的仔细地测试 他究竟可不可以持妆12个小时呢 那现在就要出去 见朋友啦 然后吃饭 然后12个小时回来 之后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用后感 这就是苹果茶 还有这个 巧克力可乐 好香 它是苹果榨汁加在茶里 好棒 我以为它是那些 苹果味的茶 它真的 真的 有苹果在里面的 好棒 好了 那现在呢 吃完这个Tea 就是吃夜晚饭 是我期待了二九的米线 对了 因为我没有吃米线 都成了几个月 每次回来香港 最想念米线 米线和米线 今次应该是吃星林居的 好了 我礼牌一定要是有猪腩肉 跟着小中辣普通酸 但我想说呢 这家呢 它整天的味道都是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叫小中辣 一分钟 它给了个不辣 我也有机会 所以这些就不要太在意 好了 我的米线来了 先试试它的汤 我是叫小辣的 喂辣啊 酸啊 然后你叫什么 小辣 小辣 我可不可以喝一下 其实一看就知道我这个红利那么多 我这个辣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叫做假辣啊 哈哈哈 还有辣超多 这家真的好 random 所以呢 你来星林居吃东西呢 是要看运气的 我又来到銅鑼湾了 都说回到香港呢 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尖沙咀和銅鑼湾 我刚才在尖沙咀吃不饭 然后有朋友说 要过来銅鑼湾买东西 然后我们就过来銅鑼湾 然后就顺便买了个 黑糖珍珠纤奶 那好了 现在呢 真的近乎戴妆12个小时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妆效先 我真的有surprise到的 因为其实 该有的东西它仍然在 譬如是眼的这些位 眼影其实它也不是说容得太多 因为其实呢 眼影容不容呢 有时候也好看你的底妆 那个持久度是好不好 所以证明到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好 那是黑眼圈这些位置 有少少 凹得比较厉 但是我觉得12个小时 我是非常之可以接受的了 另外是鼻液 因为我不知道今天香港呢 经常弄到我鼻子很痕 我就不斷擦我鼻子 但是我觉得呢 我不斷擦鼻子的情况 就是它 其实粉都不算脱得太严重 是很可以接受的 而且那个半霧面的雅致感 还保持在这里 因为刚才打造这个心心眼的时候呢 遮瑕膏笋 我塗在这三个位置 这三个位置呢 依然的霧面感都是非常之重的 而其他位置呢 就是随着时间 会散发一个很漂亮的光泽感 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担心 会不会出油出得很厉害啊 但是 完全是没有这个状况出现 甚至我有流海 一路遮住我的额头 但也不会觉得很黏很黏 是完全感觉非常之良好的 而且呢 我觉得它的补水效果都不错 我自己就是混合机 我两边面和靠近鼻子的位置 会比较干一点的 但是我在韩国或者欧洲用的时候呢 一些觉得干的感觉 完全没有 一点都没有脱皮 然后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是皮肤比较干的朋友 都会推荐大家用的 终于我觉得这个cushion 都蛮适合的 因为它是遮瑕和粉底二合一 所以呢 就算你想出街补妆 都非常方便 可以打造这个心心眼 不用觉得化完妆之后 又担心它很快浮 然后又要再找好的补妆 完全是没有这个担忧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counter看看 这个cushion就是255元 现在还有樱花套装 里面会有cushion 旅行装的洗面 和卸妆油 这盒都是255元的 手快又手慢没有 大家想要的话 就尽快去抢购 另外现在在Lanege的eShop 购物充满650元的话 就会免费获得限量的樱花产品 和一个气垫粉柄是5g 如果是有兴趣入手 这个气垫粉柄的朋友 不妨去eShop看看 好久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帮我叫你借我 记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更多的洞下 记得按下订阅和按钮 就不拍错过最新的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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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